嗨大家好我是小新 今天用豆角来做饺子 水烧开之后加入一勺盐 把洗净的豆角放进锅内焯水两分钟之后捞出 把木耳也放进锅内焯一下水 焯水两分钟之后捞出过一下凉水 碗内打入五个份鸡蛋备用 加入一小勺盐 再少加一点料酒去一下腥味 锅内加入油 油热之后加入蛋液 把炒碎的鸡蛋液倒入盘中冷凉备用 把豆角切碎 把木耳切碎 加入冷凉的鸡蛋 再加入切碎的木耳 再切点葱花 放入葱花 先给肉馅里面加入一点葱油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蚝油 加入一勺角色料 再来一点花椒粉 适量盐 最后加入香油 搅拌均匀 这是我今天上午买的饺子皮 今天包两种饺子 这种一会儿煎了吃 好这个形状已经包好了 现在拿去煎一下 锅内加入油 油热下入饺子 煎至底部金黄 加入淀粉水 淀粉水摸过饺子三分之二处就可以了 除开后盖上盖子 开中小火慢煎15分钟左右 淀粉水受干之后 再加入一些蛋液 再撒上一些熟芝麻 最后撒上一些葱花 再转动一下平米锅 就可以出锅了 豆角和鸡蛋这样做的饺子 真的是太好吃了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了可以试一下 好的 好吃吗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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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